不過可能真的很多人都被悶壞了 宣佈為解封之後 很多觀光景點立刻接到滿線的電話 像是高雄的藤枝遊樂園 解封之後每天會開放500人入園 他們說在23號之前的預約都已經全部滿了 至於在阿里山服務中心這邊也說 不到一天的時間就來了50通電話 都說要預約入園 那面對這些即將迎來的遊客 屏東的東流深夜者也盡提前規劃好防疫措施 美麗的雲海在山中悠然飄盪 遊客爬上真夜零吸收芬多金 這是高雄藤枝遊樂園 三級警戒宣布官員微解封消息一出後 開放每天自由登記300人 不到10分鐘時間到23號以前 已經全數而滿通通搶光光 另外還有火車汽笛聲回荡山頭 搭车欣賞兩旁的美麗山景 微解封消息一出 想一睹美景的民眾實在等不及 馬上撥電話到阿里山服務中心詢問 一天時間內就湧進五十通醫院 往南來到東港也有不少人詢問船班 等著來小琉球遊玩 船運業者也忙著做好防疫措施 還是會這個會調整因應的班次 微解封在即許多民眾悶太久 都等不及出來玩 但玩樂之語要小心自身安全 別因為一時鬆懈讓疫情再度升溫 華視新聞參謀就請文南綜合報導 好失禮 好吧 Wes